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步就是化学合成小分子成分 生物合成大分子成分 定量作为标准化药物 这就是常说的废医存药 张院士这些年一直在推动中医大数据项目 用大数据解决药物代谢的复杂性分析 2014年 张伯黎等人推动成立了中医科医院中医药数据中心 搭建了一组高性能计算集群 疫情爆发以后 张院士抛弃所谓的辩证诊疗 直接采集了1000多例新冠患者的中医症候数据 快速研制出了新药法 至于这算不算重要 不重要 反正张院士一直强调CT 核磁工阵这些工具都是中医发展必须要用的手的 现实中 张院士还用了高同量测序 蛋白质组学 基因工程和细胶工程 全面测试要防 这种寻证医学的态度值得赞赏 张牧里院士在采访中说 为了支持自己的研究 从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调用了20台服务器 那他用这些计算机做什么呢 分析产生要效的动植物躯体 然后做数据分析 提取有效成分 这是全世界同行的规则 比如说 用来解除精卵的阿托匹 是那种茄克植物里面提取的生物件 对付心血管疾病的替普罗汉 药在蛇毒中提取 当年中国人在无数的植物中筛选青豪素 也是用同一套额式 张牧里现在把超级计算机搬出来 就是想全面分析中药 看看到底哪些药方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为了精确分析中药的效果 数据之间必须统一标准 可以相互比较 过去 中药临床搞辩证记录 数据价值太低 所以张牧里相对彻底抛弃了阴阳五行学说 直接把大数据和医学影像技术结合 在临床中对动物和人体经营多尺度 多土镜的成像 观察药物反应 填充了标准化数据库 哪怕是中药化合物共同作用 它也能在统一数据标准下 做大样本的深度比对 区分各种化合物的具体效果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现在药物开发已经进入了定量构效管系阶段 寻找分子结构与作用效果之间的关联性 建立定量数学模型 中国现存的中医药方数不过来 但逻辑能延伸到分子结构层面的完全没有 所以张院士必须从头搞数据 全面搜索 搞大海捞针的工作 所以要来借二十台超酸服务器帮忙 那没有阴阳五行理论 也没有辩证医疗是不是要消灭中医呢 现在很多人用辩证用药和阴阳五行理论来描述中医 其实这是最近几十年才统一的特征 解放以前 中医派系林立 同化人间缺乏经验交流 同样的病症在不同派系里 可得到不同的解释和药方 而且中医从业人员普遍文化水平偏低 北京中医院1951年调查过 在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区 只认识一些草药的文盲中医占8% 手量识字的占30% 粗头文字占25% 中等文化水平占20% 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1% 在这样的中医圈里 绝大多数中医其实是没什么理论的 就算有 彼此之间也缺乏共识 建国以后 卫生部把中医集中起来培训 传授了一些细菌学和传染病的诚实 尽量整合各个派别的手法 中医才开始用统一的理论 1950年 东北第四次卫生行动会议 有一个生动的材料 描述了当时的中医和中药 敬敬给大家读一点 把阿斯匹林家伙炒一炒 换上另一个商标 上等阿斯匹林 把黄岸加颜色之后 称之为特种低压镜 是提农生机的剩药 把盘尼西林溶解于水 100块钱一滴 给重症热性病患者 诊病时开的是麻黄汤 然后把一支沾脑水打开之后 倒在草药内 为之解热保银汤 收500元 所以当时大多数中医 其实也知道 现代药物更靠谱 直到今天 云南白药牙膏 偷偷在里面掺 安减环酸来止血 张宝磊原是用大数据 来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 这非常符合中医行业的发展趋势 6月1日 海南省公布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 将从自贸区变成自贸港 全岛零关税 度工这个升级有什么变化吗 自贸区不是什么新鲜政策 国内已经有18个了 陕西湖北四川都有 免税也不是新鲜政策 海南省早在2011年 就是离岛免税的时间区了 现在海南从自贸区变成自贸港 只是加深了开放程度 进口的免税商品更多 对于普通人来说 最大的区别就是免税额度 从每年3万提高到每年10万 能买更多的进口产品 海南省省长据了一个例子 说以后到海南 买一条1000万的进口游艇 能便宜380万 当然这条游艇 大多数时间最好停在海南 最近10年 海南一直在加大开放力度 接下来升级成自贸港 海南有可能成为 除港澳之外 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地方 那海南自贸港 搞金融开放 是要和香港竞争吗 主要还是解决海南 自己的经济问题 海南和大陆 隔了一道雄州海峡 物流成本高了大概25% 除非雄州海峡 修干线铁路 否则工业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海南一直想搞旅游地产 过去中央对海南的发展规划 也是国际旅游业 想在2020年 把海南发展成世界旅游胜利 现在旅游的确是海南的支柱产链 但水平在国内也不算顶尖 旅游年收入刚刚超过1000亿 和秦方岛差不多 现在贵州的旅游收入都快1万亿了 这主要原因还是人力和土地成本问题 海南的劳动力 可以随便去长三角猪三角打工 所以工资水平和发达地区不能差太多 肯定明显比东南亚要贵 旅游是服务业 如果劳动力贵 搞同质化竞争就赢不了 秦皇岛的海滩在北方是稀缺资源 海南的海滩和酒店并不比东南亚强 所以游客宁可去东南亚也不去海滩 旅游业前景不大 最后海南的选择就只剩下房地产了 但中央要压制房地产炒作 所以每次整顿房地产 海南的政府财政都会遇到大麻烦 海南必须找一个新出路 也就是免税贸易 免税贸易本质上就是走私 海南周边海域临近越南 临近国际航线 走私问题一直很严重 反过来说海南既然有发达的走私市场 合法化以后发展肯定也不会差 1984年海南升级到副省级 1988年海南建设 中央当时希望海南能发展成另一个台湾 但就没钱投资只能给政策 其中一条政策是海南使用地方流程外汇 自己进出口生产物资在本地使用 当地官员充分发挥政策 实际上搞了全面的走私 80年代海南最著名的生意 就是1985年汽车走私案 当时内地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 想要购买汽车炫富 但是拿不到进口指标 海南看着了这个市场 从全国贷款 几个月内从日本订购了9万辆汽车 数量多到占用街道当停车场 整个中国的美元汇率都因此发生了波动 按照中央的政策 海南进口这些汽车只能在本地使用 不能对外省销售 但海南省政府出了土政策 交几千块罚款 走一个做旧的假程序 直接就可以开到外地上盘 事后调查 当时海南行政区政府直属的94家单位 有88家参与的汽车交易 整个海南走私汽车的公司有上千奖 是那边幼儿园都在卖车 之后20年的全国汽车走私案加在一起 都没能超过海南半年的走私规模 后来的海南首富 地产商显赌信 就是靠走私汽车起家 海天盛宴的创卖人王大富 虽然没有赶上倒卖汽车 但也是海南倒卖彩电石油变成富豪的 现在海南建生已经30多年了 走私贸易一直连续不断 2002年 海南破获史上最大的香烟走私案 2008年 海南第一个高彩票的商人白绣华 因为走私干碗油被判了10年 至于说走私个几千吨柴油 在海南真不算值得一提的案子 有人统计过 从2011年到现在 海南离岛免税商品的销售额一共只有550亿 这显然是因为免税力度不够 把太多市场变成了走私黑市 所以海南干脆全力建设自贸岗 扩大免税力度 希望能刺激合法的消费 曲线拯救旅游业 其他的目标暂时就不要想 上周网上流传一段儿子打父亲的视频 40岁的儿子在病房照顾脑出血偏滩的父亲 因为父亲不配合翻身 他用拖鞋车打父亲 被同病房的病人拍下来 传到了网上引发网民关注 现在打人的儿子已经被拘留 多过你对这个案例怎么看 故意打人 而且打的是没有反抗能力的病人 拘留没有问题 这和他们的父子关系无关 我只是派出所的决定 但是如果这次的处理是正确的 前几天的另一个事件就有问题了 6月5日 网上流传一段成年女性 殴打小女孩的视频 女人用自行车用力臭打女孩 有人转发视频的时候说 是女孩阻止这个成年女性扔垃圾 才被殴打 立刻激发了网民的愤怒 全国都在搜索事发地点 恨不得把这个女人判死刑 6月8日 西安警察找到了视频中的两个人 证实她们是母女关系 当天 母亲对女儿在学校的表现不满 回家的路上 故意用自行车来撞女儿 交叉结果一出来 网络运行就平息了 而且警方也没有进一步追究 批评教育以后就把人放了 但是从对未成年人的威胁来说 这比陌生人打人还严重 因为这说明这个女人 平时就频繁使用家庭暴力 而且完全不顾后果 脑子是有问题的 未成年人交给这样的人抚养 身心健康很难保证 如果我国家根据封建伦理办事 儿子打老子就要拘留 妈妈用自行车撞女儿就放掉 将来肯定会有更大的犯罪隐化 上个月还有另外一条新闻 宁夏自治区银川市的盲人夫妻 因为没有办法签字 离婚手续拖了两年 媒体曝光以后 几天就办好了 这件事首先暴露了 基层的官僚主义问题 但也有另外一个问题被暴露 就是从封建思想出发的婚姻登记问题 从法律上说 中国不歧视离婚人群 民政局办离婚和结婚的手续 基本一一对应 小城市甚至在同一个窗口办手续 这需要签字认证的程序也差不多 但是这段盲人夫妻 结婚的时候顺利领证 离婚的时候 却因为签字问题办不了手续 这说明基层办事人员 对待结婚和离婚的态度不一样 基于朴素或者愚昧的封建道德观念 鼓励结婚 故意给离婚制造障碍 违反了公务员的本分 前几年有报道 武汉一个婚姻登记员雄龄 违反办事 公开撒谎 用打一击坏掉的借口 给离婚制造障碍 理由是 宁拆百作妙 不毁一桩婚 这公务员公开破坏宪法权利 不仅没有被抓去蹲监狱 反而换来了官方奖励 被地方报纸点名表彰 传统封建思想 当然会越来越严重 最终 今年的民法典 收录了所谓的离婚冷静期 哪怕破坏民法典的整体性 也要强行推广 看来下一代中国人 不仅仅要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还有继续清理封建余毒 否则成年人和儿童的合法权利 都是空谎 上一期杜公你提出 给儿童装录音手环 强行摘下就报警 很多评论反对 说类似定位录音装置 本来是给性侵罪犯装的 凭什么给孩子装 杜公你能解释一下吗 再往前几天 女权话题比较热 有一个日常语言逻辑 是否包含性别歧视的争论 比如说 郊区犯罪率比较高 就会有人劝你孩子 不要晚上一个人去郊区 尤其不要去没有路灯的地方 女权主义抱怨 说明明大多数人身侵害的罪犯是男人 你不去指责他们 不去限制他们 反而要限制女性的活动自由 这是公开启示 集团女权的抱怨 当然很荒谬 因为对客观危险的描述 并不是启示 同样的道理 现在的少年儿童生活的陌生人社会 而且城市里到处都是独立的封闭空间 只要你希望少年儿童在家庭之外自由活动 就必须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 实际上 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承认这个安全问题 只是用两种方式来解决 并不是我的手环 第一种方式是把孩子关起来 不许出门 大多数当代儿童的自由活动空间 不到我小时候的1% 而且很难形成自发的户外游戏团体 这既违反了儿童天性 也违反了人类这种狩猎动物的本能 20年后的社会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第二种方式是父母一对一陪护 陪着孩子出门 结果就是很多家庭要腾出一个壮年劳动力陪孩子 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不能去创造社会财富 这也不是个好办法 所以我建议 用取权就报警的录音手环来威慑潜在的罪犯 既保证少年儿童的活动自由 也建立犯罪律 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 是用来给残酷现实打不定的现实主义 至于说犯罪发生以后 用录音证据给罪犯加刑 这是个副产品 我也不想再展开论述了 毕竟和预防犯罪相比 事后的报复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消失 我承认 很多观众对录音手环有敌处情绪 哪怕信息存在第三方的机构 听起来比父母直接动手打孩子可怕 更比向支付宝开放个人信息可怕 甚至比滴滴公司全程车内录音还要可怕 但是在我看来 最可怕的威胁是儿童被侵害 最普遍的威胁是 下一代中国人缺乏社交能力 任何回避这两个问题的方案 都缺乏人文关怀 手环也许是工程师设计的产品 但比煽情的文章更有人性 这一期内容播出以后 知乎上也讨论手环问题 虽然反对意见也很多 但反对的比例明显比B站要低 这说明知乎对平均运用户年龄比B站大一点 社会最教育人 再过几年 我们结合社会新闻 重新在B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评论的形象应该会有所不同 另外给上期的内容补充一个新闻 周五我说 只要中印双方坚持有冷冰期战斗 无论规模多大 打死多少人 都说明双方的领导人不希望对抗升级 昨天莫迪召集全国党派讨论中印边境问题 亲口承认 解放军这次没有越境 也没有破坏印度哨索 这证明了 莫迪虽然要在整体上利用民族主义来拿选票 但在局部问题上 要极力避免民族主义失控 尤其不希望这个时候到中印西线打仗 在中印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 彻底失去平衡之前 估计边境上还要打很长时间的冷冰期战斗 最后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医学 6月4日 凤凰网报道 哈佛医学院等机构在自然上发表文章 介绍了人造皮肤领域的新成果 通过利用人类多能干细胞 哈佛培养出了可以长出毛发的皮肤类器官 宾夕法尼亚大学皮肤科学者评价说 人类距离产生无限量的毛囊更近了一步 杜公你有没有关注这个 跟你法际线密切相关的新闻呢 对于想执发的人来说 是好消息 这个世界上被脱发困扰的人太多了 不包括我 但是马斯克也做过执发手术 直发本质上就是补充毛囊 但现在人类还不能批量生产毛囊 好的 不同位置的毛囊激素受体不一样 前额的毛囊很脆弱 后脑勺和两鬓的毛囊 不容易受到雄激素紊乱刺激 坏死概率低 所以脱发从前面开始 直发也往往就是把后脑勺的毛囊移植过来 但这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 而且继续脱发的话 补上去的部分后面还会继续脱发 等于在光头上沾两块胶布 所以我暂时就不考虑直发 批量生产毛囊将来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 换个发型 但这个新闻最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 培养毛囊换发型 而是它培养了完整的皮肤类器官 几乎接近真实的人类皮肤 皮肤分为表皮层 真皮层和皮下层 在这三层结构中分布着很多亚结构 比如说毛囊 末梢神经 毛细血管和毛细淋巴管 过去的人工皮肤停留在脚质形成细胞 分离培养的水平 缺少毛囊神经网和毛细血管网 不能排汗也不能感知温度 所以目前主流的皮肤移植手术 还是自体移植 从身体其他部分取钱小块皮肤 在培养集中培养增长以后 再移植回来 如果大面积烧伤 没有足够的人工皮肤 治好了也终身不舒服 这次哈佛的团队 超越了人类以往的皮肤诅咒工程 他们先是用生长因子诱导表皮形成 然后再用另一种生长因子诱导制造出真皮层 目前哈佛阿修用70点培养毛细和毛发 再用70天用来发育皮脂腺 利毛肌 汗腺 脂肪细胞 神经细胞 形成完整的皮肤结构和功能 140天以后 新的人工皮肤移植到小白手背上 有一半皮肤长出了2到5毫米的毛发 当然了 现在140天的培养周期太长 而且临床普及的难度太大 还不能用来抢救烧伤病人 下一步可能还是优先用于二次直皮手术 改善生波治疗 期待人类早一天能够重塑全身的皮肤 到那个时候 可能不只是我这种脱发的终点人要做手术 整种手术都可以立直气壮的说 给人换一张脸 不怕被人说是虚假广告 好 事先消息第131期到此结束 我们下周二再见 我的最后一次 我拿来到这个水洗手 我会发生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下周四团的地步 我开始下出 moon 在后来 你还是不过